人生如逆旅,我一时行人,大家好,欢迎收看今天的国学心旅,今天给大家分享的是,一个女人越活越漂亮,靠的不是男人,不是化妆品,不是服饰,而是,有人说,美貌是女人的通行症,可以让她们在生活中畅通无阻,也确实,在短时间内,女人可以依靠自己的美貌和身材,收获更多人的青睐,哪怕只是当个花瓶, 只要保持端状的姿态,就显得很有气质,但是,时间是无情的,她会在每个人的身上留下痕迹,尤其是对女人而言,随着岁月的流逝,单凭长相和身材,终究不是保持气质的长久之计,那么,越活越有气质的女人,不靠美貌和身材,要靠什么呢? 过往种种,都是来成全自己的,杨将先生有言,过去的,过不去的,最终也都会过去,那些你想不通,看不透,理不清,忘不掉,放不下的往事,到最后,岁月都会替你轻描淡写,确实如此, 谁的生命里,都有一段不堪回首的过往,你醒悟的越早,过往越是会被轻描淡写,就如最近热播电视剧《凡人歌》里面的沈林,开始施加油好车,好宅,好儿女,丈夫工作光鲜,一片岁月静好的景象, 然而丈夫老纳突然闯入的中年危机,不但失了夜,还被骗走了八十万,彻底将美好生活打破,幸运的是,沈林并未被眼前的困难所打败,她尝试过重新进入职场,也尝试金牌越早,但都以失败告终,其中经历了被刁难,被性骚扰,被贬低,以及心理落差上的挣扎,最终靠着做掳货迎来了触底反弹,虽然她从都市白领, 沦落成为了底层商贩,但我却认为,她比以前更美,这种成熟,让她对世界更包容,这种经历,让她对所有人更尊重,这种生活,让她更踏实,安全感,是需要自己给的,徐志摩的诗,可能多少都听过,但她的前妻张又怡,却先有人知,当时徐志摩因为身陷对林徽音的爱慕,所以不惜与怀有身孕的张又怡离婚,但张又怡并没有因此而沉重, 反而怀着对新生命的期盼,以及对未来的执着,生生走出了漂亮的余生,她进入培斯塔洛奇学院,学习幼儿教育,从一位家庭主妇,蜕变成为了知识分子,用知识的光芒照亮了自己前行的路,在回国后,她将所学付诸事件,成为东吴大学的德语教授,并且在面对上海女子商业银行的困境, 凭借家族的知识与个人能力,不仅担任了银行副总裁,还引领银行重获新生,与此同时,她受八地聘请出任云长公司总经理,接手后,她以独到的眼光,将公司品牌推向巅峰, 短短几年时间,不仅完成了身份和心灵的觉醒,还在事业上绽放出了光彩,就如毕书民所言,等着别人来爱你,不如自己努力爱自己,靠姗姗会倒,靠人人会跑,只有真正的依靠自己,才能掌控的好方向,让余生更具幸福,不怕否定,才能实现自己的价值。 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获得者图悠悠曾说,没有行不行,只有肯不肯坚持的问题,确实如此,奥黛利,赫本就将这种强大发挥的淋漓尽致,她出生于二战时期,经历了亲人离赛的痛苦,进入演艺圈,就面临各方面的质疑。 有些人说她外貌不符合当时主流的审美标准,有人说她演技不够,无法担当女医的角色,然而,她并没有被这种否定所打倒,凭借着内心的强大,坚信自己的价值和潜力,日复一日地提升自己,经过自己的努力,塑造了一个又一个经典形象。 不但成为当时锋利一时的女演员,直到现在,依旧是人们心中永恒的女神,她的美,不只是外表上的精致,更在于内心里的坚韧,对外界否定的忽视,一个女人的价值,不是靠他人定义的,只要自己能够坚持,无论谁都不能磨灭掉她的优雅与美丽,很喜欢,越独立越高贵,中的一段话。 我踏上了自我救赎之旅,无惧人生悲喜,我接受世界上所有的不公平,并善良带点锋芒,我请求自己,热烈拥抱生活,深情热爱自己,是的,生活是自己的,有些伤,总需要独自舔视,一个女人之所以能够越活越漂亮,就在于身躯和脸上写满了故事,幻发而出的另外一种岁月之美,不需要过多的打扮,就自然而然,流露而出, 坚持阅读和学习的习惯,古语有云,满腹诗书气自画,对此,深以为然,喜欢读书和阅读的朋友,对我国近代的一些女作家,都应该有所了解,我们抛开她们的感情使不谈,单看她们的个人魅力,便能知道,满腹诗书的她们,都是很有气质的,比如,张爱玲,林辉英等,她们即便是不靠容貌,靠着满腹的诗书,也依然能保持自己独有的魅力, 所以,阅读和学习,是女人提升气质的重要途径之一,通过阅读,女人可以开阔视野,了解世界的广阔与多元,通过学习,女人可以不断提升自己的知识和技能,增强自信心,无论是文学,历史,哲学,还是艺术,都能让女人在精神上得到滋养,散发出内在的魅力, 再举个例子,著名演员陈述,其实就是一个热爱阅读和学习的典范,他曾表示,阅读和学习,是他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,正是这种持续的积累和提升,让他在荧幕上塑造出一个个深入人心的角色,赢得了观众的喜爱和尊重,乐观知足和豁达的心态, 另外,杨将先生曾说过这样一句话,保持知足常乐的心态,才是淬炼心智,进化心灵的最佳途径,一切快乐都属于精神,快乐是把忍受变为享受,真的是这样,保持乐观知足和豁达的心态,能让一个人的心境变得很开阔,并且也能提升一个人的精神境界,对于女人来说,也是如此,一个拥有积极心态的女人, 即使长相普通,也能散发出迷人的气质,因为她们总是以乐观的态度,面对生活中的挑战和困难,让人们感受到她们内心的强大和坚韧,而一个心态豁达的女人,则能够包容和理解不同的观点和情感,她们的智慧和理性让人们为之倾倒,以知名主持人杨岚为例,她凭借着积极乐观的心态和豁达的个性,在事业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功, 在面对困境时,她也从不轻言放弃,而是勇往直前,正是这种不屈不挠的精神,让她成为无数女性心目中的榜样,保持整洁和体面的打扮,除了以上习惯和心态, 其实,打扮也是必不可少的,当然,这里不是说,让你非得去买昂贵的化妆品,或是奢侈品来打扮自己,而是要让自己穿着整洁,看起来有体面,对于气质而言,外在的形象,其实也是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,但并不是唯一,一个穿着整洁,得体的女人,不仅能让自己的心情愉悦, 还能给周围的人带来舒适的感觉,曾经刷到一个视频,镜头里是一个七十多岁的阿姨,她虽然穿着粗布麻衣,但看起来却非常有气质,因为她每天都会把自己的穿着整理凭正,头发也是整理得一丝不苟,看不出来毛躁,很多人在评论区里留言,都说这位阿姨非常有气质, 即便是已经过了七十岁,看起来也非常的利落干练,布老女神赵雅芝,其实也是个典范,她的穿衣风格,简单大方,又不是优雅,她善于运用符合自己的色彩搭配和细节,来点缀,来提升整体造型的质感,她的穿搭总是让人眼前一亮,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,其实,每个女人都有越活越有气质的潜质,只是要看个人的态度如何,如果,你因为忙于 其他而疏忽地提升自己,以及打扮自己,并且让自己的心态一直保持紧绷,那么你自然是越活越没精其神,倘若你懂得积极阅读,并能及时调整自己的心态,与此同时也不忘了打扮自己,那么你自然也就能越活越有气质了,有的人正直年少,看上去却疲惫焦虑,有的人年紧花甲,看上去却精力充沛,一个人是否长相漂亮, 不仅和年龄有关,还藏着她的生活习惯和情绪心态,人们常说,一个人最好的状态是,眼里写满故事,脸上却不见风霜,诚然如是,谁不希望,历尽千帆,依旧不染岁月封尘,与其感叹年华一世,不如学会养生,养心,从容自若,笑看千秋,人到终年了,女人越来越漂亮,是有原因的,想要越活越漂亮, 请务必守好这三个习惯,心性豁达不内好,唐代诗人王维曾写过,行到水穷处,左堪云启尸,这不仅描述了美丽的自然风景,还蕴含着豁达随缘的人生哲理,不因外界变换,而大喜大悲,不因外物得失,而心绪不宁, 人生本就是一场奇妙的旅程,无论花开花落,缘起缘灭,都要看清,看淡,心境坦然,在最近爆火的电视剧《我的阿勒泰》中,马毅丽饰演的张峰霞身上,就有着一种松弛感,她年少时加入了新疆建设兵团, 与丈夫相识结婚后,便跟随丈夫来到草原案家,本是幸福温馨的一家人,可不幸的是,几年后,丈夫意外去世了,只给她留下了年幼的女儿和年迈患病的婆婆,为了让家人有更好的生活,张凤霞卖木耳,开小卖布,还要跟随牧民迁移,到偏远的地方去开店,但心里的悲伤和金钱的压力都不曾压垮她, 反而从她身上能看到一种甜淡舒适的自在,她从不在乎外界评论,也不在意生活挫抹,脚踏实地过自己的日子,简单快活,在剧中,张凤霞热心地救了被骗的高小亮,高小亮本是来新疆挣钱的生意人,被骗后遇上张凤霞,变起了坏心思,她假装喜欢上了张凤霞,还常常给她描述未来的美好生活,承诺一定带她走出草原, 在这样的攻势下,两人之间迅速擦出了爱情的火花,然而,当张凤霞沉溺于两人的感情中时,高小亮打着去县城送货的名义,卷走了她一大笔钱,一直到这钱追不回来了,张凤霞才认清这个人的真实面目,她的女儿和邻居知道后,都十分同情她的遭遇,为她打抱不平,可张凤霞很快走了出来,还对他们说道,这算个啥?男人没了,还能再找吗? 然后哼着曲子,喝起小酒,依旧笑叶如花,自媒体人张凤说,长相年轻是一种能力,人生下半场,真正能滋养自己的,是自己的一颗豁达的心,脸上浮着温暖,骨子里藏着善良,欲视云淡风轻,外表自然从容年轻, 我们本是世间尘埃,不必试试较真,过得轻松些,潇洒些,豁达些,方能活成自己喜欢的模样,保持好奇有朝气,儿时的我们,常常好奇一篇书页,好奇云卷云书,好奇流水缠缠,想要探究其中的奥秘,长大后的我们,好奇心却一点点丢失了,成年人的世界。 我们常常按部就班的做十足认可的事情,追逐世人眼中的幸福与成功,却忘了,一个人最好的状态里,藏着对这个世界的好奇心,人有了好奇心,才会对生活充满激情,大脑才会年轻,人也看起来有朝气,有活力,永保天真,颜值不衰。 后来,中科院院士严宁,在参加节目时,被问到走上科研路的原因,他回答是因为好奇,从初中课本中学到细胞学知识以后,他就开始好奇,细胞是什么样子的,于是,严宁开始想象,自己能像西游记中的美猴王一样,可以七十二遍。 他可以变小到,像一个分子一样大,进入到细胞中,看看究竟是什么样的画面,强烈的好奇心,趋势下,严宁走上了科研的道路,试图去探索分子世界的奥秘,也正是这样的好奇心驱动。 严宁每天待在实验室的时间,长达十六小时,最忙的时候,甚至连续工作了四十八小时,就连除夕夜,他陪家人吃完年夜饭,就赶回实验室继续实验了。 严宁作为清华博导,还常常和学生们一起追星,玩狼忍杀,唱歌,和学生们打成一片,被称为最不向科学家的人,他在专业上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。 三十七岁时,带领团队攻克了五十年不解的世界难题,四十五岁时,成为最年轻的中科院院士。 正因为保持着最初的好奇心和求知欲,严宁才貌双全,被学生们称为学术女神,有句话说得好,保持漂亮的人,往往充满着好奇心和求知欲。 好奇心是人类浪漫精神的核心,因为好奇,所以我们更加专注自我,摒弃杂念,追寻内在。 因为好奇,我们心思单纯,状态积极,更加年轻漂亮又朝气,让我们对生活中的一点一滴,保持一份好奇和欣喜,给生活多一抹亮色。 给自己添一抹清理,坚持自律不放纵,心理学上有个嗑瓜子效应,说的是当我们开始嗑第一嗑瓜子,就会一直嗑停不下来,时间也在不知不觉中流逝了。 这也就是为什么,我们刷起短视频一遍又一遍,玩起游戏一轮又一轮,根本停不下来,坚持自律的人,不会沉迷于嗑瓜子式的快乐中,而是把精力专注于对自身有价值的事情上。 听过这么一句话,千万不要小看一个长相年轻漂亮的人,长相漂亮,离不开背后日复一日的饮食管控和身材管理。 自律真的不是心灵鸡汤,通过自律带来的多半分泌,不仅表现在精神上,更是体现在面容上。 作家梁爽曾因工作原因饮食不规律,也输于运动,那段时间,他对吃得很挑剔,只想吃重油重辣的食物,并且长时间加班,让身体不堪重负,渐渐的。 他明显感觉到状态很差,不仅面不浮肿,脸上长得痘痘,身体还总觉得疲惫不堪,连上眸都会累到气喘吁吁。 身边的人多次劝说,梁爽都当作耳旁风,并不重视这个问题,直到身体快累垮了,才听话就医,医生建议他少吃重口味食物,多吃果蔬,一日三餐按时定量,制定运动计划,强身健体。 于是,梁爽调整了自己的饮食,并制定了每周的运动安排,通过一段时间的调整,梁爽发现,自己的精神状态明显得到了提升,身上的疲惫感得到了有效的缓解。 晚上偶尔需要熬夜时,也能在第二天快速调整好状态。 平时摄入辛辣食物减少了,脸上的痘痘也不知不觉消退了。 梁爽还曾开玩笑跟同事讲,这个比花大价钱买的化妆品有效果多了,不仅精力更加充沛,脸上的皮肤细腻了不少,身材也没有了之前的浮肿。 现在的他看上去更加神采奕奕,充满活力,整个人也年轻了不少,我们都希望青春永驻,却又待遇行动,一边羡慕别人,一边感叹岁月不饶人,克服惰心,养成自律的习惯, 你会发现自己身心轻盈,享受更高级的快乐,与其哀叹年华老去,皱纹品生,不如从现在开始,合理饮食,坚持运动,把生活过得朝气蓬勃,人活得越来越年轻。 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分享,如果你也喜欢本期内容,欢迎持续关注,点赞订阅。